所以當時你是認為 對 我認為是真的 是出友誼 對 然後怎麼會被媒體知道 連你這樣的人都會以為是真的 你在演藝圈打滾那麼多年 可是反而我一聽是覺得 這個圈子我們講個實在 我最近來你們這邊錄比較多次 有一次跟梁柯勤一起 來錄那個誰喜歡誰的 結果沒兩天王營就結婚 這演藝圈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有個態度我們要先講 就是說你們之後的那些行為跟態度 不得不讓大家會相信說 那個真的是假的報告 那個態度 第一次出來的夫妻兩個同心 對…那個態度是對的 那個就OK了 如果還是遮遮掩掩 我們不回應 那完了 那媒體有得寫了 你現在是來戳我 是不是 你跟我最開心的為什麼接觸啊 你今天老公那在酒店 門跟我開氣 是我的天啊 我怎麼在酒店都會出來說 我真的沒有被他框啊 小燕姐們這樣要是真的啦 你們相信我 好啦…我澄清一下 他們說的都是真的 他們說的都是真的 好不好 所以如果… 如果今天請了S去上節目 然後他就是 照他在記者會裡面講的那樣 很認真的一再的澄清的話 主持人就應該要接受對不對 對 就你就不會在那邊 再講一些諷刺的話說 欸 你好像故意要閃避啊 什麼的這些的 你就會相信 會啊 還是會相信 但私底下還是會問到說 真的假的 因為你平常上我們節目 我們也算是問得很厚道吧 是嗎 剛剛是誰叫我去酒店門口開氣 你都會盡仇啊 女人好不聞到女人